4月11日,据河南省拱益市政府新闻办通报 10日22时去,中美公司一列运输 铝矿石的自备火车 在该公司专用铁路口头段冲入避难线后 托轨倾诉,压毁一户,村民住房 现场有6人失联 其中火车机组人员4人,村民2人 现场设施火车头及多节车厢 严重挤压变形 事发后,河南省郑州市拱益市 上街区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部门 以及中美公司郑州铁路局迅速组成工作组 立即开展救援工作 截止记者发稿时,失联6人身份已确定 已发现4名失联者确认予难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事发路段约为千分之22度的连续下坡 发生问题的火车共25节 每节自重34吨,承重60吨 整列重约2350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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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